404自杀室 那个学校的女生宿舍之所以会出名 完全是因为其中的一个寝室 传言在五年前 有一个女生因为憎恨男友的背叛 而在寝室里面跳楼自杀 从那个事件以后 五年中听说不断有女生从那个房间跳楼 有人说是巧合 也有人说是那个女生的冤魂在作怪 可是学校却否定了这一系列事件 但是在两年前的一个夜晚 确实有一个女生从那个房间的窗户跳了下来 当场摔死在众人的面前 死者自杀的原因至今仍然没有查明 今年春天我转进了这个学校 住进了这栋神秘的女生宿舍楼 住进了这个房间 我提着行李走在校园里 心中有极许兴奋 因为今天是我第一天报到 这个学校的环境真不错 刚刚翻新的教学楼 整齐的矗立在一片浓绿之中 树荫下是干净宽广的大道 大道旁的花坛里 整片整片的玉金香 静香绽放着 好不艳丽 也许是刚开学吧 大道上来来往往的学生还真多 不过并不拥挤 我心情很好的 一边欣赏着风景 一边向前走 这个学校还真大呀 一条路都看不到头 满眼是花花草草的 我停下脚步 嗯 怎么还没看见宿舍楼啊 该不会是我走错了吧 正巧有个女生经过 我忙迎上去 哎 同学 请问第四宿舍楼怎么走啊 那边 她满不在乎的抬头驶向前面 看到那个白色的顶了吗 那就是女生宿舍楼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 绿音中确实有一些白黄黄的房子影子 谢谢 我刚要往前走 这又被她喊住了 你等等 嗯 什么事啊 你刚才说 你要去几号宿舍楼啊 四号啊 听我说出四号 她的神情似乎有点紧张 那 那不能往这条路走 那边只有一到三号宿舍楼 四号楼在另一边 她用手指着左边的一条小路 啊 嗯 我被她弄糊涂了 她看我一脸盲人的样子 叹口气说 算了 从这里到四号也挺远的 我带你过去吧 我赶紧的点点头 啊 谢谢你啊 这个女生挺好 还帮我提了一袋行李 摊摊中 我知道她的名字叫李娜 是大四的学生 住在二号宿舍楼 我不懂 为什么四号宿舍楼会建在这里呀 一路上东拉西扯的 我还是忍不住说出了心中的疑问 李娜愣了愣 回答道 听管理员说 我们学校本来只有三栋女生宿舍 大概可能是因为我们是理工学校吧 男生特别多 你看光男生宿舍就有十二栋呢 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考入我们学校的女生越来越多了 学校没有办法呀 只好再造一栋呗 可是原来那边没空地了吧 所以女生四号楼只好建在学校最后边的一块小空地上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李娜带着我七拐八拐的 她说这是到四宿的唯一跌境 一路上都是阳长小道 小道两旁是参天大树 把头顶上的天空遮盖得严严实实的 偶尔有几率阳光透过数月的缝隙洒落下来 我注意到四周并没有路灯 我想到了晚上 这里一定伸手不见五指 穿过一片树林 眼前赫然出现一栋老式的工房 不高只有四层 是用那种十分土气的淡绿色油漆刷的外墙 我们正对大门口 门口挂着牌子 第四宿舍 就是这里了 李娜停下脚步 我接过她手中的行李 感激的谢了她 望着那黑洞洞的大门 我心中隐隐掠过一丝不安 怎么了 李娜推了我一把 你干嘛发呆啊 这房子 是很旧的楼了 去年学校翻修宿舍 居然把这里给忘记了 所以只有那边三栋和南僧宿舍是全部翻新的 剩下这一栋还是七年前的老样子 也许是我无奈的表情引起了她的同情 她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道 你是刚转来的 只能住这里了 到了大三就可以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忍一下吧 谢谢你学姐 不客气了 对了 我还没问你住哪个寝室呢 我从口袋里掏出分配表看了看 是 哦 404 我看到李娜的神色明显变了 那分明是害怕 她在害怕 可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一听到我说404 她就害怕呢 学姐 有什么问题吗 我疑惑不解 嗯 没有 李娜电了定神 凑到我耳边低声说 难道你没有听说过传言吗 什么传言 就是关于404的 突然一个严厉的声音打断了李娜的话 你们两个在那干什么呢 我和李娜吓了一跳 回头只见一个四五十岁的女人正插着腰看着我们 看样子应该是宿舍管理员了 在我以前读书的那所学校 里面的阿姨也是这般年纪 也是这副凶神恶事的表情 我想大概所有大学里的宿舍阿姨都这副德行吧 果然 李娜叫了一声 王阿姨好 然后从停的看了我一眼就走了 王阿姨看了看李娜远去的背影 转向我 同学 你是新来的吧 到我这里登记领钥匙 也蛮汤汤的啊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 虽然对李娜刚才没有说完的话很感兴趣 但是现在只好跟着这个凶巴巴的阿姨走了 办完一切手续 这个严肃的大妈冷冰冰的告诫我 晚上十点钟以前必须回到楼里 我要锁门的 我傻傻的点了点头 初来乍到的什么都要先听着 大概她还见我老实 就转过头去做别的事情去了 唉 我暗暗的松了口气 提起大包小包就上楼了 四零四事啊 我先得念叨着 我发觉 即使是白天 这楼里也十分昏暗 也许是太老旧的缘故 楼梯口的灯都很残破 光线忽明忽暗的 仿佛总有个影子在你头上晃 让你感到不舒服 想到以后三年 我就要在这里生活了 心中不免感到提取悲哀 唉 现在唯一指望的 就是我的室友 可以尽如人意了 好不容易爬到四楼 一条狭窄的走廊 黑漆漆地铺展在我的面前 这个楼层很安静 安静得不像一个寝室楼 我小心翼翼地挨着门牌找去 401 402 403 啊 404就是这里了 这个房间在走廊的中间 和其他寝室一样 没什么特别之处 灰色的门驱掩着 我定了定神推开门 房间并不大 四四方方的 就像任何大学里的寝室一样 一边是四张连着柜子的桌子 另外一边是上下腹的床 不知是因为窗的朝北 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房间里的光线很差 似乎还有点冷 四月天里 我竟然打了一个冷战 还好 最靠门的那张桌子前 坐着一个女生 此时 她已经转过头 直愣愣地打量着我 对不起 我是新来的转校生 我叫安吉拉 我中她笑了笑 并被她的漂亮所吸引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不过 这个绝世美女 倒没什么反应 只用手指头 指了指旁边的桌子 冷冰冰地说 你的位置在这里 我心中无奈地叹了口气 走到那张桌子面前 开始整理行李 那个冷漠的女生 便拿出镜子 梳起头发来 我从镜子里 看到她秀美的脸庞 我读的是影视表演专业 我想 像她这样有资本的女生 肯定是班里的佼佼者 前途无量 阿方你在吗 随着一声叫喊 门外又闯进一个女生来 天哪 我感叹命运的不公 这个女生的相貌 简直就是天生的明星 完美的 无话可说了 同时和两个美女 住在一个寝室 我开始有点不自在了 后进来的女生看到我 热情地拉住我的手说 你就是安琪拉吧 哎 我叫高文文 你叫我文文就可以了 一直想着你能快点来呢 寝室里只有三个人 闷也闷死了 然后文文很热心地 帮我整理东西 还告诉我一些 学校里要注意的事项 她的开朗活泼 使我们很快成为了朋友 可是 先前那个女生 始终没有加入我们 也没有说一句话 同是美女 性格却天差地别的 我小声问文文 她是叫阿芳吗 阿芳 呵呵呵 文文哥哥的笑了 阿芳是我们另外一个室友 她的名字叫苏可欣 自以为是的很呢 文文说得很大声 我还来不及阻止她 就听见苏可欣 直接接口道 自以为是 总比某些人乱搞关系好吧 说完她就离开了寝室 你 文文气不过 想追出去 我一把拉住她 算了 她就这副德行 她以为她谁啊 我苦笑着 这两个女生 看来相处的并不好 可见我以后的生活 一定不得安宁了 后来我在食堂才认识阿芳 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 不过和美女级的文文 苏可欣比起来 就很普通了 她不像文文那样开朗 也不像苏可欣那样冷淡 是一个温温柔柔的女生 有好听的声音 她偷偷地告诉我 文文和苏可欣的关系很不好 因为这两个人 都是序里的才女 有一大堆男生追捧着 谁也不让谁 总之 有了我加入的这个404寝室 除了偶尔的吵闹以外 并没有发生什么事 平静的日子 使我淡忘了那些传言 可是一个月后 我第一次在这个房间 看到了异象 那是一个月色很好的夜晚 文文去约会了 我们三个人自修完后 回到寝室 和平常一样 梳洗完就上床睡觉了 迷迷糊糊中 我竟然感到一阵发冷 现在是4月天 没有开电扇 还盖着被子 怎么会冷呢 而且我觉得被子里凉嗖嗖的 是一种阴冷 突然我清醒了不傻 拿过身边的手表一看 刚过了午夜 我的床是冲着窗子的 我能很清楚的看到月光 透过玻璃洒在窗台上 那天晚上 我只看一眼 我差点叫出声来 那窗台上 分明站着一个人 那是一个女孩子 有着良好的身段 头发长得不可思议 我能看到的 就是她的头发 她是谁 我慌乱地看向周围 除了还没有回来的文文 苏可欣和阿芳都很安静地熟睡在自己的床上 那么 我眼前的这个女生是谁呢 我听到毛骨悚然的笑声 从她那个方向传来 我几乎快停止了呼吸 跳啊 跳啊 她一直在发出那样怪异的声音 周围的空气更阴森 更冰冷了 我忽然想起 关于404寝室的传言 难道 眼前的女生会是 这时 她突然回头 天哪 她的脸上 显然插满了玻璃碎片 感觉那长发下面 是无数的伤痕 和正流出的鲜血 她用插着锋利碎片的眼睛 看着我 我能清楚地看到 她左眼下方的一颗黑痣 在我尖叫出声的同时 她从窗户跳了下去 小艾 小艾你干什么呢 寝室的灯大亮 我感到手臂被人用力拽住 回头一看 是文文 我刚回来你就这个样子 你想死啊 什么 死 我看了脚下 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竟然站在了窗台上 一只脚正想跨出去 怎么会有这种事 我怎么想要自杀 文文扶着惊魂未定的我 从窗台上下来 此时 阿芳和苏可心 已经醒了过来 正疑惑地看着我 大半夜的你叫什么 苏可心睡眼朦胧地责怪着 阿芳走过来扶我坐下 你没事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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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 有 有一个女孩 我只感到思绪一天混乱 说出的话也开始语无伦次起来 她 她从车台上 跳下去了 什么女孩 我问探生看了看楼下 什么也没有啊 我回来的时候 就看见你一个人 站在窗台上 我看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是做梦吗 我知道 除了我 没有人看到那个女生 所以 也没有人 相信我说的话 而且 我确实 也不能肯定 那是不是我的幻觉 后来 他们见我没事了 就各自回到自己的床上 很快 我便听到了文文打呼的声音 可是 我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我一直死死的盯着那个窗户 生怕又有什么出现在那 不过 第二天醒来 我才知道 我还是睡着了 我没有再提起昨晚的事 我决定自己去调查 404室 究竟有什么秘密 我想 去找李娜 那天 她似乎要说什么 可见 她一定知道一些事情 我特地赶到二宿舍门口 去等李娜 一个小时左右 我看到她从楼里走了出来 手里 还提着一个热水瓶 学姐 我叫她 她打量了我一会儿 你是 哦 我想起来了 你是小安吧 学姐还记得我 太好了 我说 我 我有一点事 想请教你 能不能到后面的树林里去 李娜考虑了一下 同意了 什么事那么神秘啊 树林里一个人也没有 正合我意 李娜已经忍不住问了起来 我犹豫了一会儿 低声说 嗯 是关于我们寝室 四零四 果然 李娜又露出第一次见面时害怕的表情 那 那你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 你别害怕 我不打算告诉她我看到的 我 我只是想知道 四零四寝室有什么秘密 为什么大家一听到四零四就害怕呢 李娜开始吃一不绝 在我再三恳求下 她还是说了 你大概不知道 在你们之前 那个寝室是我们住的 啊 你们也住过四零四寝室 是的 这是两年前的事了 李娜就这草地坐了下来 在我们四个女生住进去之前 我们就已经听说 那个寝室是凶宅 好几个女生在那里跳楼自杀 可是 我们都不相信什么鬼神之说 还开玩笑说 如果真的有鬼 能让我们见到就好了 那个时候 我们四个人 确实没有任何担心 可是没讲到 真的会发生那样的事 发生什么事了 我的心提到嗓子眼 在我们警示里 和我关系最好的女生 叫做佩云飞 她是一个善良温柔的女孩子 人缘很好的 我实在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使她自杀 她自杀 李娜直愣愣地看着我 声音开始发颤 对 佩云飞自杀了 就是从四零四寝室的窗户 跳下去的 楼下正好在青涂碎玻璃 她摔在那堆玻璃上 当时我们赶到楼下时 她已经死了 满脸都是玻璃碎片 血肉模糊的 我至今还忘不了 她那双死都没有闭上的眼睛 直直地瞪着天空 说到这里 李娜哽咽起来 玻璃 玻璃碎片 昨晚我看到的那个女生 脸也是这样 难道 那真的是佩云飞的鬼魂 看到这里 我急急地喊道 你的同学 佩云飞 她长什么样子 她很漂亮 有着一头乌黑的长发 喜欢穿红色的裙子 哦对了 她的左眼下 有一颗黑痣 我简直快要晕倒了 确实是她 因为我很清楚地 看到了那颗黑痣 虽然我们站在 阳光明媚的草地上 可是 我还是感到寒冷 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 自从佩云飞自杀以后 就有人在晚上上厕所的时候 听见女孩的哭声 和玻璃碎掉的声音 所以我们就都搬了出来 没有人赶住那栋楼了 那栋楼封了一年之后 才又开始让人住的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打发 李娜走的 总之 当我头脑清醒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已经坐在寝室了 404室 真的有不干净的东西 可是 告诉我问他们 又没有证据 我该怎么办呢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整个寝室 变得诡异起来 忽明忽暗的光线 撒在水泥地上 仿佛摇曳的眼睛 死叮叮地 叮着我看 昨晚的景象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我之所以会爬到阳台上去 一定是受他的引诱 或者就是被他附身了 如果我们没有及时赶回来 那我不就跳下去了吗 我不敢再往下想了 小安 是阿芳回来了 啪着一声 房子的灯大亮 你干嘛不开灯啊 阿芳走到我身边坐下 关切地问 你的脸色很不好 发生什么事了 没 没有 我还没有准备 把今天的事情告诉他 那就好 阿芳开始削苹果 你不知道吧 苏可欣和文文吵架了 他们两个不是一直都不合吗 有什么奇怪的 我不解到 这次吵得特别凶 上午你出去了没有看到 两个人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出来了 就差没有打起来 阿芳小声说着 并把削好的苹果给了我 有那么严重吗 到底是什么事才吵的呀 是苏可欣 他不是有一条很漂亮的水晶项链吗 那是他男朋友送的 他还在我们面前炫耀过好多次呢 文文看了可眼红了 今天早上 苏可欣发现那条项链不见了 急得到处找 最后 竟然在文文的抽屉里找到了 他就一口咬定 是我们偷的 文文死也不承认 所以两个人就 阿芳叹了口气 哎 文文说 他要申请换个寝室 阿芳在寝室里坐了一会儿 就去自救教室了 我早早钻进了被窝 由于这晚上 他们回来 要不要告诉他们 关于404的秘密 突然 我感到背上湿漉漉的 伸手一摸 天 竟然是一壶的液体 这是什么 让人看了不舒服的颜色 难道是人的血 我翻身掀开被子 眼前的情景 使我窒息了 淡蓝盒子的床单上 赫然四个许大字 还我命 我一下子跌坐在地上 浑身的寒毛都竖起来了 我告诉自己 这一定是幻觉 是幻觉 我拼命揉眼一 当我再次看去 床单上什么也没有了 哪里有什么鲜血 哪里有什么字 还是原来干干净净的床单 我战战兢兢爬回床上 盖好了被子 我自认为不是胆小的女孩 可是经过昨晚和刚才的惊吓 我觉得我都快要崩溃了 后来的两天里 平安无事 我考虑再三 还是没有把秘密说出来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 更可怕的事还没有发生 那是第三天的夜晚 我被轻微的晃动所惊醒 是睡在我上铺的文文正在下床 我以为她是去厕所 所以并没有在意 可是文文并没有开门 我听到她的脚步声 似乎是朝着窗户的方向走去 我一下子惊跳起来 翻身下床 只见文文已经爬上了窗台 一动不动的站在那里 文文你干什么 我大叫起来 她没有任何反应 这个时候 苏可欣和阿芳已经被我吵醒 一看到眼前的情景 都吓得说不出话来 我咬了咬牙 冲过去想把王们拉下来 可是只走了一步 我的脚就像盯住了一样 动不了了 因为我看见了漆黑的窗外 晃动着一个人影 不 那是一张女人的脸 诡异的浮在空中 金绿的皮肤上 是一道道还躺着鲜血的伤痕 她嘴唇着我笑 我看清了她左眼下方的 一颗黑色的尺 是她 真的是佩云飞的冤魂 她是要来带走文文的 阿芳 你们看到窗外的人影了吗 她 她是鬼 文文被她附身了 我指着窗户喊着 阿芳和苏可欣看了 看窗外 小安你说什么 窗外什么也没有 小安 你快点文文下来 你们两个深更半夜的 搞什么鬼 什么 他们竟然都看不到 可是 可是她明明就在那里 为什么只有我看得到 来不及我多想 本来关着的窗户 已经自己打开了 一阵阴冷的风吹出来 文文披震的头发和睡衣裙摆在空中乱舞 文文 我几乎发不出声音了 文文慢慢转过头 对着我们一笑 天哪 那黑质 那不是文文的脸 那分明是佩云飞的脸 下一秒 文文纵身一气 竟然从窗口跳了下去 文文 所有的人都跳了 当我们奔到楼下的时候 值班室的灯已经大亮 在404寝室窗户的正下方 已经围了很多人 看到我们来了 人群自动让出一条路 我第一个冲进去 紧跟着的是阿芳 在我们眼前 是文文抬软的身子 她死了 可是 最让我感到恐怖的是 文文浑身向下 竟然掐满了玻璃碎片 饮红的鲜血 染满了附近的草地 她就像一只鲜红的刺猬 让人触目惊心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抓着阿芳的手 已经被汗水湿透了 我也能感觉到阿芳的害怕 她的手抖得比我更厉害 可是 只有苏可心 她远远的看着 神情冷淡 忽然 我记起了什么 我拉着阿芳 帮回警示 扯下文文的床单 屋子里一片漆黑 我拿过节能灯一照 顿时 我和阿芳同时跌坐在地上 因为那条床单上 清清楚楚的写着四个字 还我命来 我再也忍不住了 把事情原原本本都说了出来 阿芳已经害怕得不行了 小恩 这这 这404 我们不能住了 我害怕呀 窗户还大开着 风吹得我全身发冷 我和阿芳抱在一起 看着地上血红的床单 不知所措 节能灯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熄灭了 房间里又恢复了黑暗 窗外的树影 映在地板上 仿佛鬼的手在乱舞 在向我们扑过来 忽然 走廊里传来的脚步声 由远而近 在我们寝室的门口停住了 我只感到寒气逼人 可是 我的冷汗已经把我的背 全都湿透了 不要过来 千万别过来 这云飞你阴魂不散 为什么要害我们 你的死 不是我们造成的呀 门 门还是慢慢的开了 你们怎么了 原来是苏可欣 唉 他打开了日光灯 因为出了人命 宿舍楼的电闸恢复了 苏可欣 我们寝室真的有鬼 阿芳冲过去 拉住他的手海 你看 苏可欣看了看地上的床单 想了一会儿说 这不过是恶作剧而已 有什么好怕的 可是 文文他真的死了呀 他喜欢套楼是他的事 我才不相信什么鬼附身呢 苏可欣 一描淡写的说完 竟然旁若无人的 爬到自己的床上睡觉了 我和阿芳 念念相馈 当晚 我们两个 睡到别的同学的寝室 可是 发生这样的事 那该怎么睡得着 苏可欣一个人 睡在四零四 那个闹鬼的房间 他胆子可真大呀 文文死了 对他来说 是一件好事还不一定呢 大家都在议论着 可我却十分担心苏可欣 一般人遇到这种事 怎么可能那么冷静 这也太奇怪了 难道他也 清晨的时候 我们的楼下便停了好几辆警车 四零四寝室 也被暂时封锁起来 警察调查了两天 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就以自杀结了案 他们都是无神论者 对于我和阿芳的说法 他们根本就不相信 还说我们是惊吓过度 产生了幻觉 我们本想是给他们看那条 染了血的床单的 可是 就怎么也找不到了 学校为了不引起更大的骚动 马上稀释宁人 让我们回警市 照常生活 可是我隐隐感到事情还没有结束 裴云飞的冤魂就会这么轻易的放过我们吗 果然第二天发生的事实证实了我的预感 苏可星失踪了 他一整天都没有来上课 我和阿芳分头去找他 可是一直到了晚上十点 还是不见他的踪影 阿芳 要不我们先回去吧 我看了看天色 说不定苏可星已经回去了 小安 我怕 阿芳紧紧的抓着我的手 你说 今天晚上 那个鬼会不会又来找我们呀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要赌一赌运气 走 我拉着阿芳朝宋舍走去 今天晚上 没有月光 我们走在漆黑的树林里 四周安静的可怕 可是我老是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跟着我们 回头却什么也没有 我想我们是太紧张了吧 现在有任何动静都可以把我们吓得半死 还好 一路上的诡异气氛虽然把我们弄得心惊胆战 但是我们毕竟还是平安的走到了宿舍楼下 王阿姨怀疑的看了我们一眼 没说什么 略过王阿姨硬冷的眼神 我们走进了宿舍楼 每一步都是那么沉重 仿佛在上刑场 自从文文死后 很多住在这栋宿舍楼里的女生 都搬回了家 特别是四楼 在四零四室左右的寝室几乎都搬空了 所以楼道里更静了 静得连我们的呼吸都听得一清二楚 四零四的灯黑着 苏可星并没有回来 现在这个寝室在我看来 就好像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 随时都可能把我吸进去 阿芳开了灯朝窗户看去 突然她的脸变得煞白 小安小安你看窗户 我明明关了 可是她她现在 窗户大大的开着 那样肆无忌惮 外面漆黑一片 谁也不知道窗子是什么时候打开的 可是她现在确实是开着 就在我们的眼前 难道那样的事又要重演了吗 我觉得我很快会再次看到她 裴云飞的冤魂 她在呼唤我 她还有我们的命 不知哪里来的勇气 我的心情竟然平静下来 这一次我一定要保护自己 还有阿芳 阿芳快到我身边来 我叫道 阿芳毫不犹豫的紧紧抓住我的衣服 我小心的探出身子 伸手去关窗 我甚至做好了被拖出窗口的准备 还好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这使我又镇定了不少 我和阿芳在窗前坐下 死死的盯着窗外 我想起一本书上说过 如果有厉鬼催命 只要一次没有成功 那她就不会找你第二次 换句话说 只要今晚没出事 我们就平安了 我看了看表 快到午夜了 我和阿芳的手死死的握在一起 我告诉自己 一定要沉住气 一定要沉住气 一声惨叫 把我们吓得魂飞魄散 紧接着 一张惨白的脸从窗口一闪而过 与此同时 是一声沉闷的声响 那是 阿芳弄住了 至宿可惜 她掉下去了 我瘫坐在地上 我们挣扎着站起来 恐惧使我们只能相互扶持 才能站得稳 当我们好不容易来到楼下 苏可心已经死了 她跟文文一样 浑身插满了玻璃碎片 鲜血淋漓 唯一不同的是 在她白色的衬衫上 刺个触目惊惊的红字 还我命来 阿芳当场就昏过去了 而我却感觉到我的嘴角出现出一丝笑意 三天的恐怖之夜 终于结束了 404寝室真的有鬼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的计划完成得非常顺利 第一天晚上的意象 是我故意装出来吓他们的 让裴云飞的冤魂 似有似无的充斥在404 可是他们竟然不相信我的话 倒是出乎我的预料 不过没关系 接下来他们谁也逃不掉 我偷了苏可心最喜欢的项链 放进文文的抽屉里 成功的使他们的矛盾激化到几点 我故意站在文文那一边 并怂恿他装鬼从四楼照下去 吓一下苏可心 当然我会在下面放好垫子 肯定让他平安无事 为了得到文文的信任 我在他面前示范了好几次 文文报复心切同意了 当天晚上 他便开始装神弄鬼 还按照我的指示 在床单上留下 还我命来的字样 不过谁也不会知道 我原本的计划 就是要让他死 我告诉他 因为晚上很黑 我会在垫子那里 放上反光镜 你只要朝有亮光的地方 跳就可以了 文文还真是个听话的孩子 他裹着朝那里跳了下去 哼哼哼哼 我想在他死的那一刹那 他一定知道是我骗了他 因为我根本没有放垫子 我只放了一堆碎玻璃 接下来的就是苏可欣了 那天他并没有失踪 而是被我下了安眠药在天台上睡着了 那个天台没有人会上去 就算有人上去 我让苏可欣躺在了天台栏杆外侧的水泥地上 没有人会看到 等药效过去 他一翻身就会摔下去 我算好了时间 果然他在我和阿芳的眼前 直直掉落下来 摔在了我事先准备好的玻璃上 我之所以没有杀阿芳 是因为我必须为我留一个证人 一个跟我在一起看到过鬼的证人 我为什么要杀苏可欣和文文 其实我的目标一开始就只有苏可欣一个人 可是如果只杀了他 那么警方一定会怀疑和他同一个寝室的我 所以我必须使用一个让眼法 让文文做了替死鬼 这一切只为了我的姐姐呸云飞 姐姐没有向任何人提过我是她的妹妹 所以没有人知道我和她的关系 我姐姐确实是在404跳楼自杀了 而她自杀的原因只有我知道 她的男友被另外一个女生引诱而背叛了她 那个女生就是苏可欣 所有的事都在我的计划之中 事发后四处再次被封楼 而警方对于这次事也不了了之 我和阿芳坚持转校 学校同意了我们的请求 走之前我回头又看了看这栋仓旧的宿舍楼 不觉得笑了 我想 即便真的有自杀者的冤魂徘徊在404寝室 那么也和我无关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求求你千万不要这样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千万别这样 张震奖故事 悬念系列 小路上没有几个人 当苗坚快要走到办公楼门口的时候 还不到早晨七点 这时他看见不远处有一个提着密码箱的男人 在朝这边看 苗坚觉得这个人很眼熟 好像是在哪儿见过 果然 那个人努力地朝苗坚摆摆手 然后朝他快步走了过来 苗坚先生 您好 您还记得我吗 苗坚疑惑地忘了这个人 他好像很急 汗叶泛着油光在脸上溢出 并主动朝苗坚伸出手 苗坚迟疑地把手递了过去 想起来了吗 我是康良安啊 康良安 两年前 江头山 有印象吗 哦 苗坚使劲地握了握手 想起来了 前年去江头山旅游 我们在一个团里 你和你妻子 哎呀 对对对 你看我的记性 你这是 苗先生 我有件特别重要的事情想和你谈一下 去那边好吗 康良安指了指小路对面的一条小胡同 苗坚跟他快步走了进去 这里非常狭窄 两边的树木阴已毕日 康先生 你这是特意 对 前年我们在江头山聊天的时候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 你在这里工作 我还记得当时你说 你工作的习惯是从来也不加班 但早晨上班的时间却很早 以便处理前一天留下来的工作 所以为了找到你 我早上四点钟就等在这里了 四点钟 对 四点钟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希望你能如实地告诉我 我记得两年前你曾经说 你对爱情很失望 不想过早结婚 那么现在你 还没有结婚吗 苗坚被问得不知所措 他面带诧异地看着康良安 但康良安的表情急切而诚恳 于是苗坚如实地点了点头 怎么 你该不是要给我 好 那么现在 你仍然是一个人住 当然 太好了 关键是第三个问题 昨天晚上 你是一个人在家吗 苗坚被问愣了 不不不 你别误会啊 我不是想打探你的个人隐私 我只是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而这几个问题 是你能帮助我的必要条件 当然 我不会让你白帮我的 康良安提了提手里的密码箱 苗坚谨慎地向下转动眼球 看了看那个箱子 然后他把目光调整到康良安的正前方 对 我 一个人在家 本故事由张震创作 讲述 张震 小静 制作 张震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 不在场的证据 康良安的脸上 迸发出惊喜的笑容 他提着密码箱的手 甚至有些颤抖 苗坚老弟 也就是说 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 你一个人在家 没出门 也没有客人来访 对吗 对 苗坚肯定地点点头 其实没出门不假 但昨天晚上 苗坚家里倒真去过一个人 但无伤大局 苗坚觉得没有必要跟康良安提起 最关键的是 苗坚现在对康良安求他帮的那个忙 产生了巨大的好奇 而且那个密码箱 看上去份量并不轻 但愿是一个好帮的忙 面前的康良安 仿佛顷刻间卸下了压在心头的千金巨石 苗坚老弟 我冒着种种扑空的风险来找你 又等了你两个多小时 看来都没有白做 我求求你 一定要帮我这个忙啊 你 到底要我帮你什么忙啊 康良安的表情 慢慢地从兴奋过渡成沮丧 他低下头 你还记得我妻子吗 当然记得 前年你们一起去的江头山啊 对 就是他 他 死了 什么 苗坚的心头猛然一紧 他 他怎么死的 我杀死他 苗坚猛地抽出了一下 面前是一个杀人犯 他的大脑顿时僵硬 他本能地扭头打算走开 苗老弟 你别走 你停下 你听我说完 说什么 趁我还没有报警 你马上走开 苗老弟 康良安走过来 把手搭在苗坚的肩膀上 苗坚赶紧闪开 你听我说完 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亡命图 我是被迫的 这句话 让苗坚的恐惧稍有缓解 但他仍然满怀戒备 他后退两步 和康良安拉开了距离 然后 默不作声地看着康良安 苗老弟 请你听我解释 事情是这样的 一周前 我妻子去外地出差 本来定好了 今天下午回来的 可谁承想 他提前 坐昨天晚上的火车回来了 而且也没有事先告诉我 昨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家 我千不该万不该 昨天晚上我 我 我打电话叫来了一个 服务小姐 苗坚的心头猛然一震 他已经隐约猜到事情的大概了 天哪 一个结了婚的人做这种事 苗坚看着康良安 康良安懊恼地蹲下身 那个服务小姐 如果早点来也就没事了 可是她偏偏来得很晚 于是我决定 让她陪我住在家里 她答应了 可是 可是半夜一点多钟的时候 我妻子回来了 当我听到 她用钥匙开门的声音的时候 我知道是她 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我知道 我知道做什么也来不及了 于是你就杀了你妻子 不 并不是我想要杀她的 她进屋之后 她 她看到我跟那个服务小姐在一起 她 她大喊大叫 没有 没有 她没有喊 她非常爱我 当时的场面一定让她心碎了 她什么也没说 她转身去厨房 拿了一把刀子进来 然后 然后就冲我来了 我当时连声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不对 我再也不敢了 千万别这样 可 可 可无济于是 她什么也不说 我从来也不知道 她有那么大的劲儿 我觉得 我觉得当时 她一定要杀了我 才肯罢休 我当时被逼得 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 我杀了她 康良安深深地埋下头 她的双手 用力地撕扯起自己的头发 你来找我干什么 你知道 我不是有意杀死我妻子的 虽然我做得不对 但是 但是我不想自己就这么 就这么糊里糊涂地玩了 这些话你对我说有什么用 只有你能帮我 我 对 我求你 我求你帮我个忙 我求你帮我给警方提供 我不在家的证据 我办不到 苗坚坚决地转身打算走开 等一等 苗老弟 求求你帮我这个忙 只要你肯救我一命 这些 都是你的 苗坚坚缓缓地转过脸 她看见 康良安虔诚地捧着那个密码箱 就像孝顺的儿子 捧着王富的骨灰盒 密码箱的盖 打开着 里面有厚厚的十碟钞票 苗老弟 这二十万 是我帮朋友做生意 前天刚刚赚到的 我还没有来得及存到银行里 现在这些都是你的了 求求你 求求你 苗坚紧盯着密码箱里的十叠钞票 二十万 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苗坚知道自己的收入不高 而这阵子花钱的速度还挺快 你打算让我怎么办 我是这么想的 昨天在杀了他之后 我开始也很害怕 但我很快想到了这个办法 我把家里的东西弄乱 把抽屉胡乱的拽开 并且把这二十万也拿了出来 我伪造了一个跟踪入室的现场 我想事情应该是这样的 我俩在两年前的江头山之行中相识 之后偶尔有往来 昨天我妻子不在家 我一个人觉得无聊 就去你家里喝酒聊天 刚好你晚上没事 于是我们俩聊了将近整整一夜 天快亮了才勉强睡一会儿 今天早上我回家 我意外地发现 我妻子躺在屋子中央 已经被人杀死了 屋子里被弄得一团糟 我的二十万也被偷走了 于是我去警察局报案 这个案情很清楚 火车到站已经是深夜 而我妻子是一个人 她刚下火车就被小偷跟上了 那个小偷尾随我妻子到家 我妻子刚打开门 她就上来捂住我妻子的嘴 把她拖进屋子里 由于我妻子拼命反抗 小偷在慌乱之中杀死了我妻子 然后小偷在我家里乱番一气 最终她发现了我放在家里的二十万 小偷拿着钱跑了 就这样 康良安的目光 渴望地投向苗尖 你为什么选择我 你自己没有朋友吗 有 但是我想过了 和我关系不错的朋友 和我妻子也很熟 这件事跟他们很难说清楚 再说 我的朋友大头已经结婚了 很难为我提供证据 而且 这种事 总之你是最合适的 那你家里都布置好了吗 比如 指纹什么 你放心吧 全都弄好了 那把刀呢 来这之前被我扔到环城运河里去了 邻居们知不知道这件事 绝对不知道 我妻子从始至终没说过一句话 我哀求她的声音 当然也很小 还有那个服务小姐 她当时已经被吓傻了 她躲在旁边 一声也没敢坑 所以邻居们肯定不会知道 对了 那个服务小姐 不会把这件事说出去 她肯定不敢说 因为我告诉她 杀人的时候 她也在现场 如果追究起来 她和我是同谋 所以她肯定守口如瓶 苗尖用眼睛将康良安从上到下打扫了一遍 最后她把目光定格在密码箱上 你跟我走吧 去哪儿 去我家 马路上的人已经很多了 苗尖和康良安很快地钻进一辆出租车 在车上 他们彼此都没有说话 二十分钟后 车停在新丰小区苗尖家的楼下 他们低着头 用最快的速度上楼进窝 然后两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因为从现在开始 他们的行踪才符合康良安的设计 他们马上开始了精心的布置 他们把冰箱里的几个罐头拿了出来 打开盖子之后 把大部分扔进垃圾袋里 只留下一点放在桌子上 他们都灌了几口高度的白酒 把其余的倒进厕所里冲掉 把空酒瓶摆在桌上 然后在床和沙发上把被子胡乱散开 现在 整个屋子里充斥着两个男人通宵饮酒之后的狼狈 刚才在康良安往厕所里倒酒的时候 苗尖把那个密码箱藏在了屋子里的地板下面 最后 他们确定已经没有任何漏洞 苗尖给康良安留下了办公室和家里的电话 如果你去报警的时候 警察要来我家里求证 你就给我的办公室打电话 如果警察没提这件事 你也不要过分强调 那样很容易被怀疑 还有 我家的地址你记住了吗 你再完整地说一遍 记住 是新丰小区六号楼二单元四楼第三间 哦 新丰小区六号楼二四三 六号楼二四三 我记住了 事情在按照设计的进行 苗尖无精打采地去上班了 康良安回到家 打开门之后 首先是一声痛心的尖叫 然后他马上扑倒在妻子的尸体房 嚎啕大哭起来 警察看他查了现场 康良安告诉他们 自己的二十万被偷走了 然后他被带回警察局了解情况 面对着警察 康良安做着逼真的表演 妻子的意外死亡使他垂熏顿足 又因为妻子的死 跟他不在家有一定关系 所以在说到他跟苗尖通宵饮酒的时候 他表现得追悔莫及 警察适时地打断了他的忏悔 哦 昨天晚上 你在那个叫苗尖的人的家里 对 就你们两个人吗 对 只有我们两个人 几点钟开始的 五点 他下了班我就去了 他家住在什么地方 康良安擦了一把眼泪 如果脱口而出 很像是事先备好的 所以他想了想 是新丰小区 六号楼 二四三 警察做了适当的笔录 又记录下了苗尖的电话 就没再问其他的问题 也没要求去苗尖家里取证 就告诉康良安 他可以走了 康良安趴在桌子上哭了一小会儿 被警察适度地安慰后 他才站起了身 现在 康良安的心里 万和顺流 是的 还有什么 比此刻更让人畅快的呢 警察一定会去找苗尖和尸情况 而苗尖将会为自己提供最有力的证据 那就是自己不再杀人现场 二十万是多了一点 可挽回的是自己一条宝贵的命啊 自己在昨天那样的情况下 能够想到苗尖这个平时想都想不到的人帮忙 而且大胆地付诸行动 也算是大智大勇啊 康良安推开门 可就在这一刹那 他在心 骤然间一片冰凉 他看到 在走廊里站着一名警察 而在警察的对面有一个人 那就是昨天晚上的那个服务小姐 康良安的全部神经 仿佛是猛然按亮的开关的电动机 狂转起来 完了 一切都完了 这家伙来报案了 康良安想跑 但是腿并不听话 这时 他听见服务小姐对面的警察 开口了 说吧 你已经想了一夜了 昨天晚上 你到底在哪里 天哪 是个误会 他不是来告发我的 他是因为涉嫌色情交易 而被警察抓回来的 谢天谢地 他 他该不会说是在我家吧 你怎么还不走啊 警察已经在催促康良安了 好好 走 马上走 马上走 康良安答应着 但每一走一步 都有贪软的可能 他的心仿佛被吊在了万丈悬崖的边缘 就在他从服务小姐身边走过的一刹那 他听见了这样的回答 好吧 我说 这一周以来 我都只在晚上为一个人提供服务 天哪 一周 他说一周以来 那肯定不是我 这个人的地址是 新风小区 新风小区 六号楼 二 四 三 往往 在你刚开始犯下第一个错误的时候 所有的惩罚 就已经为你 安排完毕 好了 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 不在场的证据 这是一个绝对真实的故事 你信也好 不信也好 吸口气 往下听吧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 今晚 他还来 这是发生在四川的一座大学的故事 这座大学位于城市郊外 平时就流传着不少令人奇怪的 不可思议的故事 在这座大学里 有一个女生寝室 住着七个女生 平日里相安无事 但是有一天晚上 住在上铺的一个女生 小平 怎么也睡不着 这天晚上 出奇的安静 静得连自己的心跳 小平都能真而又真的听到 室友都睡着了 只有小平 在床上翻来覆去 大大的睁着眼睛 他看了看表 都快两点了 快睡吧 明天还要上课呢 他仰着脸 突然他发现 床上挂着的蚊帐 在慢慢地往下沉 他有点奇怪 开始还以为是疯 但他渐渐地发现 好像有什么东西 从蚊帐上面晕了出来 小平仔细地看 天哪 是一个人的脸的样子 从蚊帐上浮现出来 而且那张脸慢慢地清洗起来 像是一个男人的脸 就好像 就好像是石膏做成的脸 而且还在对他笑 小平大叫一声 一跃而起 他的浑身瑟瑟发抖 他指着床 有鬼 有鬼 全寝室的女生全都醒了 大家凑了过来 左看看 右看看 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 小平 你做噩梦了 这大晚上的 可别开这样的玩笑 虽然这么说 但是大家的心里 还都是有点害怕 小平看看自己的蚊帐 上面什么都没有 也许真的做了一个梦 小平也搞不清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这样 大家又回到了各自的床上 睡觉了 但是 从此以后 这个像石膏一样的男人的脸 就仿佛缠住了小平 他每天晚上都会出现 时间都是在 午夜两点左右 而这个寝室的每一个人 晚上都再也没有睡好觉 大家真的疑惑了 不可能每天都做同一个梦吧 大家决定向学校反映这件事 但有谁会信呢 还好 教务处有一个主任听说这件事后 想了想说 这样 你们今天晚上回去睡觉 照常睡觉 我带几个保卫人员在寝室外面 一旦有事 你们就叫我们 夜晚来临了 小平和室友们早早地上了床 教务主任和五六个保安 以及十几个自告奋勇的男生 在寝室的门外站着 今天晚上 那个东西还会来吗 午夜两点 小平死死地盯着上面的蚊帐 他在想 那石膏一样的男人的脸会出来吗 一切都是安安静静的 慢慢的 蚊帐又往下降了 那白色的男人的脸 又清晰地在蚊帐上出现 蚊帐脸在盯着小平笑 而今天笑得格外的明显 来了 他来了 他又来了 小平大叫一声 杀时间 门外面的人一涌而入 哪儿 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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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窗户那儿 又到门口了 他要出去 大家随着小平手指的方向 但是 什么都看不见 他的意思 他的意思可能是叫我跟他走 那就跟他走 教务主任一声令下 一大帮人 簇拥着小平走出了寝室 于是小平跟着那张漂浮的脸 大家跟着小平漫无方向地走着 一会儿 大家走出了校门 继续走 那张脸 牵引着小平来到了校外的一个烂水塘旁边 那张脸停下了 他对着小平笑了笑 然后 预入了水塘 他跳进去了 他跳进去了 不见了 快 快 马上叫人 把水塘洗干 快呀 第二天 有关部门前来抽干了水塘的水 现在你猜猜看 大家在水塘里 发现了什么 对 是一具男尸 原来几个星期前 这所大学失踪了一个男生 学校警方四处寻找 但是毫无结果 想不到他淹死在了这个烂水塘 校方很快证实了身份 男尸正是那个失踪的男生 警方解释说 是失足落水 人们把这个男生的照片给小平看 小平认出 那张白色的脸 正是这个失踪的男生 小平想 也许是这个男生几个星期前 在午夜两点左右 在这烂水塘里失足落水 尸骨未寒 想有人发现吧 但是 他为什么会找上自己呢 这件事很快就有了答案 三天之后 这个男生的同班好友 拿了一楼厚厚厚的信 还给小平 这些信是小平自己写的 小平终于明白 原来 这男生生前 是自己一直未曾见面的笔友 他用笔名跟小平通信 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好了 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 今晚 他还来 张震奖故事悬念系列 建春 建春 你太傻了 为什么呀 建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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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警察 当警察赶来的时候 何瑞 已经趴在 常建春 丑陋而变形的尸体旁 哭得奄奄一息了 警察一面 驱散围观的人群 一面 做着现场的工作 常建春的尸体 被蒙了起来 然后 何瑞 被带回去问话 他叫常建春 我们是中学同学 今天中午 他打电话给我 让我下午去到家里一趟 说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我说 我到他家之后 他说他杀了人 他不敢来自首 他就 建春 他说他杀了人 对 杀了谁 他说他杀了私患人 你认识这个人吗 认识 我们都是中学的同学 他为什么杀那个人 他说他欠了私患人 二十万元的赌债还不起 所以就杀了他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 在哪 在私患人家里 然后呢 然后他说 他不敢去自首 也对不起私患人 他说他没脸 再活下去了 你当时怎么说 我当时也是大吃了一惊 但我还是极力圈 他往开了响 人已经杀了 害怕也没有用 我让他马上 跟我到警察局自首 也许 但 还没等我说完 他就对我说 剩下的事 拜托你了 然后 然后 然后就从窗户跳下去了 三十分钟后 何瑞带着警察 找到了私患人的家 警察告诉何瑞 随时等待问话 然后 何瑞 回家了 坐在家里的沙发上 何瑞 如释重负 他由衷地觉得 自己今天的表演 滴水不漏 同时 他更为自己这个 灵光乍现的想法 而自鸣得意 哼 这场赌 真的赢了 本故事由张震创作 讲述并制作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 三个人的赌博 事情要从一个月前说起 其实何瑞最讨厌的 就是赌博 他经常在心里面 唾骂的对象 就是那个 嗜赌如命的老同学 常见春 但是那一天 当他弄清楚了 那场赌博的规则 和可观的前景之后 他动心了 毕竟 他是一个 地地道道的球迷 他对那些比赛的背景 和队伍的情况 相当了解 那是一次非法的地下赌球 赌不赌呢 赢的把握太大了 足球 这几乎是何瑞多年以来 唯一的爱好 可是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过 把这个爱好 跟滚滚裁员结合起来 现在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大把的钞票近在咫尺 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一掷千金 碰碰运气 赌吧 可是 赌资怎么办 二十万呢 当这个数字 从何瑞的脑子里掠过的时候 尾随而来的三个字是 私换人 对 这位老同学一向出手阔绰 有不少人都知道 那个常见春欠私换人的赌债 至少有二十万 他能把钱借给那个烂赌鬼 为什么不能借给我呢 毕竟以前都是最好的同学 只是后来 才和他们走动少了 如果去找他 他 该不会拒绝吧 你叔叔 刚好是二十万 私换人的慷慨 大大出乎何瑞的意料 他几乎不加思索地转身 打开了一个保险柜 又从那里面拽出一个密码箱 然后拿出了解落多余的钞票 就把箱子推到了何瑞的面前 何瑞有点不知所措了 这 这你看 哎呀 换人 怎么说呢 这是 我写一张借条给你 不用不用不用 不不不 借条一定要留 这是规矩 再说 何瑞 私换人很坚决地做了一个打断的手势 其实 二十万对我来说 你知道也算不了什么 多年的老同学了 我完全相信你 退一步说 就是那场赌你输了的话 不 换人 这场赌我必赢无疑 否则我不会一次向你借这么多钱 再说 你别害怕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可以不还这二十万 啊 不还 为什么 私换人 意味深长地看着何瑞 因为 我也要和你打一个赌 和我赌 对 赌什么 我赌你输 赌我输 对 我用我的二十万 赌你输 啊 如果你的球赛赢了 那我的二十万不用你还 算是我输给你的 但是如果你输了的话 你要替我去做一件事 什么事啊 杀了 长剑春 什么 何瑞的表情极尽莫名 杀人 已经让他意想不到 更何况要杀的人是 长剑春 而坐在面前的私换人 却异常地平静 长剑春 你还记得吧 你 你说的是我们那个中学同学 长剑春吗 对 就是他 就是当年跟我们两个关系最好的那个 长剑春 你 你为什么要杀他呀 你们的关系不是 他是不是经常在外面吹嘘说 我和他情同手足 我总是心甘情愿地拿钱去给他赌 输了也不用还 对不对 对呀 难道不是 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事实上 他 他一直在对我进行 敲诈 他敲诈你 为什么 这个你不用问了 他知道了我的一个秘密 而且 还掌握了可靠的证据 这家伙 他完全不顾当年老同学的情绪 和我以前对他在经济上的帮助 他竟然 恶毒地敲诈我 丝花人在愤怒中夹杂着沮丧 他已经失去了刚才拿钱时的从容 他像一个怒火中烧的颓唐老人 哭坐在椅子上 你 一定要杀了他 对 不杀了他 我永无宁日 好吧 那 换人 你为什么要找我干这件事 为什么不去找一个职业的杀手 问得好 其实你做这件事很容易 你们是老同学 应该有很多下手的机会 而现在你跟他的接触 你又少了很多嫌疑 而且 以你的机灵劲 这件事会做得很漂亮 你在念书的时候就有很多小把戏让我钦佩不已 总之 你具备很好的条件 你也不一定就要真的去杀他 这句话仿佛是一针强心剂猛地扎在了何瑞的身上 你想想 我只是在跟你打一个赌 你只有在赌输了你的球赛的情况下才会去杀他 而用你自己的话说 那个赌你必赢无疑 否则就不会向我借这么多钱 也就是说 你去杀常见春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小 而你赌赢的可能性却很大 一旦你赢了 不用杀人 我的二十万也归你了 你就是地地道道的双赢 你的收益将相当可观 思幻人后面的这番话 令何瑞怦然心动 尤其是那令人垂涎的双赢 但何瑞还是很谨慎地追问了一句 我 我要是不跟你打这个赌呢 其实我是很愿意跟你赌这一场的 虽然我赢的几率很小 但是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我也没办法 那我只有拿回我的二十万 我也不会损失什么 你又不能到处宣扬 因为我会告你诽谤 但是何瑞 如果你接受了我的这个赌局 我想 出来赌的人 最重要的就是 说到做到 思幻人收起笑容看着何瑞 也许他早就知道何瑞会打这个赌 果然 何瑞同意了 赌博 最可贵的是 胆量 整整一天 何瑞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躺在床上 他输了 那个信誓旦旦的必赢无疑 如同一个色彩斑斓的肥皂炮 在何瑞认为他最美丽的时候突然爆开 了无痕迹 一切都完了 何瑞在心里面做着最痛苦的挣扎 怎么办呢 思幻人一定已经知道了比赛的结果 那家伙还挺直趣的 他没来电话 他是在等着我去主动跟他联络 怎么脱下去不是办法 毕竟当初拿钱的时候挺干脆 晚上十点 何瑞猛然从床上坐起 他穿上衣服走出了家门 只能这么办了 走吧 去找思幻人摊牌 告诉他 求求你 求求你我不能杀人也不想杀人 二十万元我会用最快的速度还给你 哪怕付最高的利息也行 求求你网开一面 放我一条生路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如果真的杀了常见春 那就相当于让思幻人掌握了自己 最大的也是最致命的秘密 谁知道他以后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呢 这一辈子就完了 要在惶惶不安中度过这一生 太可怕了 走吧 去告诉他 管他干不干 赌一下吧 赌一下 那是谁 就在何瑞快要走到思幻人家门口的时候 他看见有一个人从里面走了出来 是常见春 这家伙又来敲诈了 看他那志得意满的样子 他一定又是前男鼓鼓 他一定又是 有一道刺眼的光亮突然从何瑞的脑子里划过 谁都知道 常见春欠了思幻人一大笔赌债 在大家的眼睛 在大家的眼睛里 他具有不容置疑的杀人动机 而现在 他偏偏又具备了杀人的时间 多么完美的巧合 先淡掉思幻人 然后再杀了常见春 让那个家伙糊里糊涂的当个替死鬼 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了 对 既然小赌解决不了问题 那就赌一把大的 不要再犹豫了 出来赌的人 最关键的是 当机里断 何瑞套在思幻人家的门上听了半天 他确定思幻人已经睡下了 他从衣兜里掏出了几把大大小小的钥匙 然后又从里怀中掏出一个铁质的烟盒 他从锡纸下面抽出了几根尖细的钢丝 这绝不仅仅是思幻人所说的小把戏那么简单 何瑞一直暗暗得意自己的这些技能 他的身上总带着这些东西 他从没指望 这些东西具体能在什么时候派上用场 但带在身上 他会觉得很踏实 你看 果然用上了 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思幻人家的门就被神鬼不知地打开了 好心的老同学 只在门上锁了一道锁 何瑞走了进去 他观察了一下动静 没有其他人 思幻人显然已经睡熟 他还和中学的时候一样保持着良好的睡眠习惯 不打憨 不起夜 安安静静地一觉到天亮 但是 很遗憾 他看不到天亮了 谁让你跟我打那个倒霉的赌呢 何瑞 何瑞悄悄地来到厨房 他从刀架上挑了一把最锋利的短刀 又悄悄地回到了思幻人的卧室 再见了 老同学 接下来的事各位都知道了 何瑞在今天下午一鼓作气地完成了他设计的第二个步骤 他把长剑春从楼上推了下去 让他做了自己的替死鬼 同时也真真正正地实现了他与思幻人的君子协定 何瑞舒舒服服地坐在柔软的沙发上 他把整个事情在脑子里过滤了一遍 他充满了激动 没错 是赌输了球赛 但是在人生的赌场上自己赢了 自己才是一个真正有资本赌一场的人 自己具备一个真正的赌徒全部最宝贵的东西 胆量 当机立断 说到做到 天已经全黑了 何瑞伸了个懒腰 他打算到外面的小酒馆里为自己庆祝一下 这时 外面传来了敲门的声音 谁啊 这么晚了 何瑞走过去 打开了门 门外 站着两名警察 何瑞有点惊讶 找我有什么事啊 该说的我都说了 对不起 我们是想跟你了解一点具体情况 具体情况 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我说的还不够具体吗 不 是这样的 警察走进屋里 你能不能再回忆一下 今天下午常见春在临跳楼之前 有没有具体告诉你 他是如何杀死那个私患人的 如何杀死私患人 他 他 他没说 你们什么意思啊 你再想一想 不 不 他没说 他真的没说 怎么了 是这样 是这样 我们发现 有两个人 试图杀死私患人 两个人 一瞬间 何瑞全身的血液 被一个强大的吸盘 吸进了脑袋 怎么 怎么会有两个人呢 对 是两个人 我们在现场看到 私患人身上有几处致命的刀伤 但是验尸报告显示 在死者挨那几刀之前一个小时左右 他已经被人下毒致死了 警察下面说的话 何瑞完全没有听清楚 他只在心里面重复着一个事实 昨天晚上 自己杀了一具尸体 在自己到达之前 常见春就真的已经杀死了私患人 怪不得他睡得那么安静 怪不得私患人家的房门 昨天晚上只锁了一道锁 那是因为 另外两道锁是需要有人在里面锁上的 而当常见春从那个房子里走出来的时候 私患人就已经被他堵死在了床上 自己 自己居然还自作聪明地堵了一把 什么大的 完全是多此一举 喂 喂 喂 你怎么了 哦 哦 哦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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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想到 换人 哎呀 换人有这么多的仇家 嗯 除了常见春之外 你知道还有谁和私患人有这种债务关系吗 这 这 这个 这个我 我 这个我不大知道 我 我对他们不大了解 那 昨天晚上 你在哪里 我 我 我就在这儿 对 我在家 是因为我输了 因为我输了血 所以很累 哪儿也没去 好 谢谢你 最近呢我们可能会经常的来打扰你了解一些情况 如果有特殊的情况需要离开本市的话 请你跟我们打一声招呼 谢谢你了 再见 好 再见 何瑞把门关好 他瘫坐在柔软的沙发上 这一场赌 岂止是输了 简直是被飘忽不定的命运给捉弄了 何瑞真搞不懂 常见春干嘛不握着私坏人的把柄 稳稳当当的赚他的钱 何必要杀了他呢 也许他们之间还有别的事情就不得而知了 这世界有太多的事情自己不知道 就像现在 自己不知道警察会在什么时候来把自己抓走一样 但何瑞知道 自己少不了花很多的脑筋和胆量 去和警察们周旋 也许对自己来说 那会是一场更大的赌博吧 老同学 想不到你跟我是一样的下场吧 老天真是公平 谁跟你一样 我只死了一次 可是你 你死了两次 一次两次不都是死吗 你还别说 那家伙还真是说到做到 他果然杀了你 你从楼上摔下去的时候 注意到我在下面看着你笑了吗 行了行了 我的手又痒了 真想赌一把 是啊 我也想 可是就我们两个人赌他不过瘾啊 没关系 马上 就是三个人 好了 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 三个人的赌博 有些人遇见 什么人 因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慕名已久的医院 与他同住在一个病房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先生 张震称他为马叔 这马叔不大善于交谈 更多的时候张震是靠自己入院前 在一个地摊上随手买的一本书 打发无聊的时间 往往是看着看着 他便开始做他这一生当中最喜欢的一件事 睡觉 这一天的午饭 有张震最爱吃的红烧肉 吃完了午饭 张震看了一会儿书 就睡着了 张震被一声尖锐的喊叫吵醒了 他迷迷糊糊的睁开眼 天已经黑了 墙上的时音中告诉他 现在是晚上十点 昏黄的灯光下 张震看着马叔的女儿小慧 趴在马叔的身上 大声地哭着 马叔躺在床上 紧闭着双眼 那微弱的呼吸 似有若无 怎么了 不行了 吃饭的时候还好好的呢 张震想着 他艰难地下了床 来到了马叔的床边 马叔的眼睛 缓缓地睁开了 他伸出右手 抓住了女儿的胳膊 我不行了 我这一辈子 也没给你留下什么 这点钱 你就留着和他们花吧 马叔的左手 从被窝里 拿出了一个厚厚的纸包 他缓缓地把包打开 把里面的钱 拿了出来 伸到了女儿的面前 是纸钱 天哪 那分明 那分明是一叠 被折成半圆形的明币 张震被吓呆了 这老头子 这老头子 怎么能够把纸钱 拿出来给女儿花呢 马叔的女儿 居然一边哭 一边收下了这一叠钱 马叔微微地笑了一下 他缓缓地扭头 朝张震这边看了一眼 他的表情 变了 小辉 把钱收好 有人 有人跟我要钱 马叔深深的眼睛 瞪得大大的 他的干瘦的脸 显得猙獰而惶恐 是他 小辉睁大眼睛 看着张震 不不不 不是我 怎么会是我呢 不 不是他 不是他 那是谁 是他 就是他呀 他跟我要钱 他叫我伸着手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马叔用颤抖的手 指着张震的身后 张震急忙精致地回头 身后 空空如也 只有一道 洁白的墙 爸爸 没有人 怎么没有人 他穿着一件绿毛衣 白裤子 满脸的裸塞胡子 他伸手 跟我要钱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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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钱收好 爸爸 你看错了 那是一堵墙 没有人 对 大酒缠在墙边 你 你 别过来 你 别过来 这哭声从门外传来 张震急忙 飞身冲了出去 隔壁的病房里 一个刚刚咽气的病人 被推了出来 他的亲属不顾一切的 揭开了死者身上的 白布丹 不能看看你 就在这一刹那 张震看见了 那死者是一个中年男子 他穿着绿毛衣 他穿着白裤子 他有满脸的落腮胡子 他 他还睁着眼睛 这撕心裂肺的声音 从张震的病房里传出来 张震知道 马叔已经死了 他被眼前的一幕幕搞得不知所措 惊恐 畏惧 疑惑 种种感觉在头脑里交织成一片空白 他疯了一样 朝走廊的另一侧跑了过去 好像所有的病房都已经熄灯了 只有走廊尽头的值班室 灯还亮着 张震灯 张震连门也不敲 就一头栽了进去 他看见 一位护士小姐正悠闲地坐在墙角的镜子前面 一身雪白的大褂 一头乌黑的披肩发 他正拿着梳子 有一下没一下地梳着自己的头发 护士小姐 有事了 什么事啊 马叔 马叔说有人跟他要钱 他 他那个人已经死了 还睁着眼睛 马叔 马叔也死了 什么呀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一向口齿还算伶俐的张震 此刻就语无伦次了 这样吧 你跟我去一楼的总值班室 看看他们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太好了 张震现在巴不得有更多的正常人 在自己的身边出现 他和护士走进了电梯 九楼 八楼 七楼 当电梯下到三楼半的时候 突然停了 与此同时 电梯里一片漆黑 天哪 停电了 这倒霉的事怎么都赶到一天了 张震气急败坏地唠叨着 那护士小姐 好像没有任何反应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十多分钟过去了 张震已经满头大汗了 他害怕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和这死气沉沉的安静 也许和护士聊一会儿天能好一点 喂 喂 喂 护士小姐 什么时候能来电呢 你们这总停电吗 这么大的医院电梯里怎么没有应急灯啊 可任凭张震怎么提问 那护士小姐的回答都是 沉默 怎么回事 他听不见 怎么可能呢 他走了 天方夜谭 他懒得理我 他该不会是 张震不敢再想了 他紧紧地靠在电梯的角落里 一动也不敢动 你帮我梳梳头好吗 这声音太近了 好像这护士就趴在自己的耳边 我 我看不见呢 我这儿有手电 那你干嘛不早拿出来 你拿着 张震感觉那护士把手电塞进了他的手里 张震哆哆哆哆的按亮了手电的开关 那护士直挺挺地站在自己的面前 他的左手拿着梳子 右手拿着自己的头发 天哪 他居然是个秃子 他的脸和他的光头在手电弓的照耀下 反射着惨白的光 你 你是人还是 我是假发 来呀 帮我叔叔 帮我叔叔啊 那护士笑隐隐地看着张震 他双臂平身 把他令人恶心的假发和梳子伸了过来 突然 灯亮了 张震喘了他这一生当中最轻松的一口气 可能护士小姐还是一动不动地站着 他笑颜颜地看着张震仍然平身双臂 拿着自己的头发和梳子 来呀 帮我叔叔 帮我叔叔吧 电梯门开了 是一楼 张震急忙连跌再爬地逃出了这地狱般的电梯 他连愁也不再多愁一眼 就向大厅旁边的总值班师跑去 他猛地撞开了总值班师的门 他看见一个穿白大褂戴白口罩的大夫 扶在桌子上看着报纸 张震定了定神 他努力理顺自己的思维 把刚才发生的事情简单地向这个大夫讲了一遍 哦 你说的都是真的 没错大夫 没有半句假话 不信你跟我去看看 好吧 我跟你去看看 那大夫从桌子后面走了出来 张震无意中朝下看了一眼 那大夫的白大褂下面露出了两截白色的裤腿 他看见那大夫脱掉了大褂 白色的裤子 绿色的毛衣 口罩也摘下来了 满脸的落腮胡子 去你的吧 张震随手把旁边的一个脸盆扔了过去 他把腿向大门跑去 刚刚跑到大门口 他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 快 快 有鬼啊 有鬼 在哪儿啊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 张震抬头一看 是马叔 张震猛的睁开了双眼 满脸的汗水正在大滴大滴的滑落 天哪 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噩梦 张震擦了一把汗 他恶狠狠地把胸前的那本书 那本他几天来一直在看的书扔在了地上 昏黄的灯光映出了封面上那歪歪扭扭的几个字 怪梦极紧 张震从来不代表 他抬头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 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十点 这钟点好熟悉啊 张震下意识地看了看临床的马叔 他看见马叔躺在床上正在耐心地数着一叠纸钱 好了 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张震的故事 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夜半传呼 今天晚上阿昌的酒喝得实在是太多了 入校以来这是他喝得最多的一回 原因很简单 今天是阿昌的女朋友小和过生日 现在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钟了 同寝室的兄弟们全都憨声大作了 但是阿昌还躺在床上 兴奋地睡不着 船呼响了 一串熟悉的号码映入了阿昌的眼帘 那是小和家的号码 疯丫头 每天半夜准时传我 阿昌挂着幸福的笑容起身要去回电话 上铺的老七前天刚刚配了手机 进来拥拥 这样想着阿昌把头探到了上铺 老七 老七 手机借我拥拥 阿昌啊 手机没电了 充电器让我放在教室了 你自己去打磁卡电话吧 没办法 阿昌披上衣服走出了寝室 阿昌的寝室在三楼 而这栋宿舍楼 二楼和三楼住的是学生 一楼全都是仓库 磁卡电话就在一楼走廊尽头的仓库门的旁边 阿昌夹紧衣服快步地下楼 走廊的灯光很暗 尤其是那没人住的一楼 可是尽管这样刚刚下到一楼 隔着那长长的走廊 阿昌还是看见 在那磁卡电话的下面蹲着一个人 那个人拿着电话的听筒面朝墙正在打电话 真不凑巧 这么晚了还有人用电话呀 阿昌走了过去 站在那个人的身后 冬夜的走廊可真冷啊 阿昌活动着自己的双脚 还不时地打着冷战 已经将近十分钟了 阿昌看见那个人还在那讲个没完 那个人从背影看上去年纪挺大的 披着一个黑色的棉大衣 看那样子不像一个学生 他的声音很小 阿昌根本听不见他在说什么 只感觉那声音嗡嗡地像只苍蝇飞来飞去 真冷啊 阿昌跺着双脚 有意地提示着那个人 可那个人好像是一个笼子 对身后焦急等待的阿昌竟然无动于衷 又是将近十分钟过去了 阿昌的双脚 快要被动麻了 小河又打了一遍船呼过来 这已经是今天晚上的第四遍了 阿昌的心里格外地着急 喂 同学 麻烦您能不能快一点 您看这么大冷的天给个方便吧 阿昌很客气地拍了拍那个人的肩膀 但那个人对阿昌的话语和动作 竟然也没有丝毫的反应 阿昌看见这么长的时间 那个人就保持着一个姿势蹲在那里 像一个假人一样 动都不动一下 而阿昌听见 他的嘴里却一刻也不停地说着什么 这时的阿昌既纳闷又气愤 气愤的是 这个人也太缺乏最起码的礼貌和理解了 纳闷的是 这个人哪像是在打电话呀 打电话总得说说停停 给对方留下说话的机会吧 而这个人 能有将近二十分钟的时间了 他的嘴巴一刻也没有停过 就像是在念经一样 阿昌离得那么近 只听见那嗡嗡的声音 那个人在说话的时候 好像连骑马的断军都没有过 甚至几乎没有停下来 喘过一口气 想到这里 阿昌有点害怕了 哎呀 第五遍了 再不回电话 小河该以为自己喝多了酒 出事了 无论如何不能再等了 同学 我有急事 您能不能快一点 我就说一句话 实在不行 我打完了 你再接着打 那个人 还是没有反应 我说同学 你还有没有点功德 你也太 阿昌离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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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在和我老伴通话 机会难得呀 你老伴 是啊 早就死了 死了好多年了 我今天才找到他 我今天才找到他 我根本就没打上 一个老头 一直站着那个电话 说 说正在和他死去的老伴通话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兄弟们 我 我是不是见鬼了 老三 从床上跳了下来 他走到了阿昌的身边 阿昌 你别害怕 也许是哪个人 不想让你用电话 才故意想个办法 来吓唬你的 那个人长什么样啊 老头 是个老头 头发乱蓬蓬的 满脸的皱纹 肿眼泡 鼻子下面 还有一个大哥的 还披着个黑棉大衣 你说什么 老六 何老四全都瞪大了眼睛 那 这不是在一楼餐库 看门的刘大爷吗 他 他上个月就死了 所有人的目光 都对准了阿昌 兄弟们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当时 当时我就觉得他变熟 可是 我 我该怎么办呢 别急 阿昌 我们一起到一楼去看一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关键的时刻 还是老三沉着 于是 大家都披上衣服 一起走出了寝室 可是 当大家来到一楼的时候 展现在大家面前的 只是一条空空的走廊 和一个好端端的磁卡电话 哪里 哪里还有半个人影 阿昌 阿昌 和兄弟们沮丧地回到了寝室 阿昌 别想了 你今天晚上酒喝的太多了 我们都怀疑你说的话 是真的还是假的 行了行了 睡觉吧 明天再说 阿昌 沉默不语 只有他知道 自己的经历是真的 刚才经过了一阵惊吓 自己的酒几乎醒了 可是现在 又一阵醉意袭来 阿昌 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 等等 我回来再跟你们说 阿昌 跑进了厕所 一阵大吐之后 阿昌感觉好受多了 他站起了身往回走 可是 他刚刚走出厕所的门 就听见 身后有人叫他 阿昌 还打电话吗 多么熟悉的声音 阿昌回头 死去的刘大爷 正朝自己 慈祥地笑着 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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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来的时候 同寝室的兄弟们全都围在他的床边 他们的眼神里充满了愧疚 小河也在那哭个不停 原来 一个多月来 每天半夜 小河都会从家里给阿昌打来传呼 两个人一聊就是半个多小时 这不但影响了大家的休息 也使阿昌白天上课的时候精神不振 瞌睡连篇 于是 大家就制定了这个惊吓阿昌的计划 想给他留一个教训 其实 看一楼餐库的刘大爷根本就没有死 他只是请了一个星期的病假 回家了 那个晚上 就在阿昌走出寝室 去打磁卡电话的时候 老七 就用手机给二楼的一个同学拨通了电话 老七只说了一句话 快 按计划实施 那个二楼的同学是前天和老七一起配的手机 他的模样长得很老 他的鼻子下面也有一个大哥的 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外号 叫做小刘大爷 好了 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夜半传呼的故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